他当然串接的方法 第一个 我要串接的是 格式对是长这样子 09 所以特别主要 他这边有提到用那个串接 所以呢 一定是在这边先加一个等号 在这边先加一个等于 等于什么呢 等于09 所以先打一个双引号09 串接什么 end什么呢 30指的就这个电信业者 所以0911 对不对 然后呢 end 再串接什么呢 串接一个减的符号 一个减的minus符号 然后在end什么呢 OK 那当然你可以先串到这边打勾看看 OK 0911减 那后面的话就是什么 084 可是你要先处理补几个0的问题 那补几个0怎么做 你可以end 串接什么呢 rept 那rept怎么加比较简单 那你可以从这边打rept 或者是从这边 记得 如果你在公式里面 还要再加函数 到后面的话 记得不要用前面这个啦 这个插入函数 有的时候把这个前面的公式盖掉 所以你请你用这边 找到rept 前面有没有 有哦 有没有 插入函数有没有 它会帮你放在这里 test的话 重复什么 重复0 所以双引号0 重复几次呢 其实你可以用什么 用3减掉 LEN 前刮弧 去判断一下这里面有几个字 那判断完之后的话呢 当然哦 他 算完两个 3减掉2一个字 所以他补一个0 OK 按确定 0出来了 后面试料怎么办呢 再end end是什么 g4嘛 打勾一下 080就出来了 OK 应该可以懂那个逻辑啦 那后面 h4其实跟g4公式差不多 差别只是怎么样 把那个位置改一下 所以你比较聪明的做法是什么 把这个 减的前面的end 这一串 Ctrl-C一下 然后呢 移到后面的话 再Ctrl-V 记得这个end一定要复制到 因为他串接后面东西 那把这个g4改h4 g4改h4 打勾一下 答案就出来了 OK 这样的话呢 是用REP加LN 那第二个 当然你可以换另外一个方法 请你把那个综合练习 拖拉 再按Ctrl-键 这边就是 就是Ctrl-键是复制的意思 帮我再复制一个一模一样的工作表 那这会出现什么 刮斧2 那你把它改一下 用Test 这个Test函数 其实也可以做出结果 而且 可能相对的还更简单 那Test函数 不知道各位没用过啦 插入函数里面 在那个文字里面 有用到 有一个函数叫Test 它是将 E指定的数值 格式 将数字转换 转换为文字 也就是说 它里面如果8 4的话 那我可以给它一个格式 比如3码 那你给它格式 它会帮你把它转换为 你要的结果 比如说3码 可是问题你3码 它怎么把它转换 这边的话 第二种方法 其实 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用过 在这里 如果要把 假设这两个 储存格 要变成3码的话 你有 第一个方法 按右键 储存格格式 可以利用什么 储存格格式里面的制定 把通用格式的这个地方 改 输入什么 123 三个0的话 表示说我要3码 如果不足的话 自动帮你补0 那如果4码一样 4个0 5码 有没有 可以 那我3个 按确定 其实自定 按右键 按确定 你会发现 084 007 不过呢 特别注意哦 它实际上 在Excel里面的资料 有没有看到 007 表面上看到的 里面上存的 实际上哦 刚刚的那个格式哦 只是表面的 它其实没有真的去变更你的资料 你里面的资料还是数字 它并没有真的帮你把它改成文字 因为你要文字才能有00嘛 如果你是数字怎么有0开头 没有 OK 所以哦 刚刚这种做法只是表面上做出你要的结果 但是呢 如果说 我想要真正做出那个效果出来的话 那怎么做 请记得哦 如果你要真正做出那个效果的话 就必须配合这个 Test函数 这个函数呢 主要的用意就是什么 帮你把那个格式 真正变成文字 不是假的哦 是真的 OK 所以特别注意哦 刚刚那个东西有点是表面上 让你以为是 真的 但实际上没有变 OK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 实际上就是Test 就像说这个 OK 那我们怎么做 第一个呢 当然我把这边先删掉 不用删 其实就留留这边 留到这里 其实前面都一样 后面呢 其实你只要什么 加一个Test 自己打也可以啦 或者你用那个我刚刚讲的 这边的下拉清单 用那个什么呢 其他函数里面的文字 里面的Test 它一样会帮你丢到这边来 好 丢到这边来 那Value的话呢 就是我这个储存格 84 你会发现 其实我刚刚有改了 所以你看起来 其实它里面是84 那Format Test的话呢 记得哦 因为它这个格式 我们刚刚是输入三个零 对不对 那不过在这边呢 记得哦 要加上前后双引号 在那个右键 储存格式里面 不用双引号 但是在这里 一定要加 这个是规则啦 这没办法 反正你就把规则记下来 那这个地方说真的 它是真的帮你变成 由数字 变成文字哦 真的变哦 不是假的哦 OK 好 按确定 有没有 那后面的部分怎么做 一样嘛 再把这个复制一下 贴到后面 那这边把它改成 H4 打勾 向下填满 这样就完成了 两个方法 哪一个方法简单呢 好像这个方法简单吧 公式也短一些啦 所以其实 在工作里面 没有所谓的标准答案啦 其实只有那个参考答案 也许还有更好的方式 那两个方法 也许你们都试做看看 一个是用REPT 加LEN 一个是用TES TES的话呢 其实 可以配合这边 按右键 储存的格式 里面的制定 你可以这边 000 三个零 但是这个是假的 TES才是真的 那可能会有同学会问的 常常问一个问题说 老师可是 这里面格式这么多 那我怎么知道格式什么 因为你现在是数字格式成文字 那如果未来我有什么日期时间货币 等等一堆的 那可是我不太会用怎么办 很简单嘛 各位没有看到下面有个函数说明 按下去之后 其实呢 它会有很多的范例给你 反正呢 你就是一样画葫芦 我想应该大家都会啦 这么多嘛 如果你要把这个变成这个的话 那就是参考这个 应该看得懂吧 这个是最后结果 那这个是来源 这个是格式 那是这个地方是日期 这个是日期 这是星期几嘛 那这时间 这个是百分比 这是三分之一 有没有几分之几 等等的啦 这边一堆 还有电话号码啦 还有什么经纬度都有 但是如果说有一些 你想说老师 有些我没有怎么办 各位有没有看到 这边有个下载 Excel的Test范列 有没有 这个里面一堆啦 你可以下载看看 一堆哦 各式各样什么都有 我想应该都可以找到你要的啦 不过其实工作里面 也不需要用那么复杂啦 大概这些应该 应该错错有余了 那这个Test 还真的蛮好用的 真的可以针对它 比如说你要做一个什么 你的编号 编号里面有很多 什么什么来源 然后几码 然后怎么样 其实Test都可以 帮你格式化出来 OK 所以这个还蛮好用的 我还蛮推荐各位 可以把这个函数呢 多多再了解一下 不过因为细节部分 可能我们这边 大概就很简单 就000啦 可是如果你要做得很复杂的话 除了我刚刚讲的那个 这个范例 函数说明之外 其实刚刚跟各位介绍 那个468招里面 那个里面也非常多 有关Test相关的范例题 有兴趣的话啦 你反正自己在 花一点时间了解一下 我想应该那个都 还应该 以你们的目前的程度来看 应该是不会太困难 当然你可以在 有机会的话 你就把它用在你工作里面 很快的就可以把你要的 那个储存格格式 马上就长 长得就像你要的样子 其实很方便 你就不用再去想说 要用什么方式 完成一个问题的答案 OK 试一下 所以刚刚我们用两个方法 一个是 REPT加LEN 一个是用Test 那待会的话我们再来看 有没有更快的方法 比如用后面也许用VBA吧